这个取决于大家 这是中国政府可以决定的吗 我们只是正常的发布了信息 我能问问你吗 你了解到什么 学到了什么 昨天啊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 在记者会上 连着用不知道 不清楚 无可奉告 目前中国官方已经发布了信息 我没有更多可以提供的信息 等等一系列官方的套话 应付了国际媒体连续长达 20个有关于秦刚的提问 最后呢 毛宁还问了解到了什么 学习到了什么 学习到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 国际媒体通过秦刚这次事件 是再一次深刻的了解到了 中国的黑幕政治 黑箱操作之下 就连中国的国家级的领导人 都可以如此的消失的无影无踪 由于官方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让大家看到的真实的信息 大家都在问秦刚现在到底在哪 尽管他的官职已经被免去了 但是人家还是想知道 活生生的这样一个中国的副国际领导人 现在到底身在何处 他哪怕是健康问题 也应该知道他是在医院治疗呢 还是在家里静养 官方不给任何信息 那么民间呢 就会有很多的传言出现 而最近呢在互联网上有一篇文章 是秦刚的大学同学写的一篇文章 在文章当中呢 虽然没有具体的说明秦刚现在身在何处 但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他所了解到的活生生的秦刚 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位同学呢 首先在他的文章一开头啊 就说在1984年的时候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院就开了一个先河 从原本只有英法日三中语言的一个单纯的语言类的学校 当时就设立了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新闻三个系 每个系是两个班 每个班16个人 一共就是有96个人 秦刚正是这96人当中的其中的一员 这位同学啊 他说秦刚当时在很多同学的眼中啊 他的形象是非常的白 但是呢 不算是很挺拔 所以当时同学们的眼中的秦刚 就是一个超市里面或商店里面买的白面馒头 一脸姗姗的表情略带着松垮的镜头 感觉没有棱角 而且缺乏力度有点臣服 但是又有些许的自傲 说呢 年轻的女孩啊 大多数在那个时代都是喜欢有个性的男生 不论是好坏 你总得有一点 人家会喜欢你 而秦刚呢 当时他就缺乏这些个性 所以啊 在四年下来 几乎没有看到他追过女孩 也没有看到过他跟任何女孩 有这种暧昧的情侣的关系 他回忆说 在当时 他们从大学一年级开始 所有的基础的公共课程 都是在一起上的 那么大家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所以他每次啊 就听到秦刚的室友 那更亲密的人了 住在一个寝室的 他的室友呢 每一次说起秦刚啊 这言语当中就带有一些揶揄 没有别的什么新鲜的事可以讲 但是话又说回了 他说秦刚你别看当时不起眼 是大家眼中的白面馒头 但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官场的历练 他的权力地位啊 他的优渥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啊 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论是身材相貌 还是神情气质啊 底气都十足 反过头来看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秦刚啊 是不退反进 他开玩笑说呢 这看来秦刚的身上就足以体现出了 中国的大国风范碾压了当年啊 那些学校里面长得比他帅的 形象气势比他好的 而且在学校里面叱咤风云的那些老校友们 那么这位同学呢就说在毕业之后啊 其实大家就各奔东西 当时呢 由于秦刚在学校里面不起眼 所以没有人关注到秦刚的去向 是到了哪儿 是之后在一次同学聚会当中 就毕业一年之后 他们的同学聚会 有一个同学呢 就打趣的问了一下秦刚的事 当时呢 大家都不是很了解秦刚到底在哪儿 所以呢 这位同学当时啊 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说秦刚当年啊 在学校里面 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知道什么地方听音乐最好吗 当时这句话问的在场的同学都一头雾水 大家都不知道 这问题到底要问什么 是什么意思 所以有人就问 那是在哪儿呢 于是这位男同学就予以调侃的口吻 模仿着秦刚的语气啊 说奔驰车里面啊 说车门碰的这么一关 那音箱效果 那隔音效果 那德国的音箱 那闭上眼睛 怎么一听音乐 看来秦刚啊 在当年在学校里面 他对于奔驰车的这种向往 对于这种极致奢华享受的一枚 而后来啊 他们在同学的相互了解当中呢 就知道秦刚毕业之后啊 就分配到了中国的外交人员服务局 后来又外派到了某驻华机构当秘书 那在那个时候啊 奔驰车啊 在北京的一些驻京的诗馆里面 是专用的车 可是90年代初的时候 在中国的大街上 那就很难看到一辆奔驰车 奔驰车依然对于很多人来说 听说过没见过 见过也没坐过 可是当时秦刚呢 他就有了坐奔驰的这样一个权利 而且这位同学后来啊 在文章当中意味深长的说 说谁也没有想到 在90年代的时候 要坐上一回奔驰 你恨不得要奔走相靠 告诉所有你认识的人 好好的炫耀一把 可是没有想到呢 他当年的这个同学啊秦刚 从90年代开始坐上奔驰 一直坐到现在 有一个信息啊 是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的 就是因为秦刚呢 他连着三级跳 所以大家对他的火箭式的 快速的晋升 也是比较的好奇 都纷纷的追问 哎 这个秦刚的背后啊 是不是有某些特殊的力量 神秘的力量在推他 把他很快的就推上了高位 那这位秦刚的大学同学说呢 说对于这一个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快速晋升 尤其是攀登到了 中国权力的巅峰地位 那么很多人都会猜测 这背后的推手 一定是了不起的人物 自然也成为了坊间 尤其是民众讨论和关注的焦点 那么按照他所了解的呢 他说当年在中国的 国际关系学院里面 你说有背景的学生有没有呢 当然有 他说比如说他们当年在学校里面 有一位同学形象也好 气质也好 一位男生 是大家都愿意跟他接近的人 不论是男生女生 都愿意跟他来交朋友 都愿意跟他结交 后来啊 深入的了解之后才知道 这名有形象有气质的男生 他的父亲就是当时中国的一个职业的外交官 而且呢 是第一任中国国际院的总理周恩来的翻译 另外他说呢 在他们学校里面啊 据了解还有一个学生 他是当时广东省的某个高官的孩子 还有一个呢 是后来秦刚去的一个部门 李宾司的一个官员 他们家的孩子 他如果说按照今天大家很多的坊间的猜测 说秦刚家世显赫 那秦刚也不至于当时在学校里面默默无闻 没有人愿意去跟他太多的搭理 他也没有必要表现的那么低调 尤其是一个关键啊 他也不至于是吧 在毕业之后坐了一趟奔驰 满世界的炫耀 到处的显摆 他真要有显赫的家世 家里边有不得了的后台 也不至于这样 所以从这样一些细节来看呢 秦刚大致是没有什么家世显赫的这样一个背景的 谁也不知道这个人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 因为在当时学校里面呢 有不少人是入了党 但是也有很多同学没有入党 当时入不入党呢 在学校里面没有太多人关注 对于那些入了党的学生 大家也没有太留意一眼 但是呢 后来才知道那些早早的入了党的学生啊 当时就是准备啊 要在北京留下来进某些部委的 有这个准备 而秦刚呢 恰恰就是当中的一员 当时在学校里面很早的入了党 看来他对自己的这个仕途啊 还是有一定的谋划的 所以这位同学就说啊 谁知道啊 实事造人 秦刚后来就进入了中国的这个礼宾司 而当时秦刚进礼宾司的时候呢 正好是习近平继承了改革开放20年以来 奠定下来的一个经济基础 包括国际声誉 当时的整个的社会状态来说 尤其是跟今天相比 那当时算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盛世状态 所以在这样的盛世当中呢 习近平他就要开始大刀阔斧的 把他的所有的政令也好 他的这个政治报复理想也好 付诸在行动当中 于是乎呢 习近平上位之后就迅速的开启了 中共党内的一些肃反 反腐运动 清除异己 另外呢 对外一带一路的模式大型的推广 一直到今天啊 习近平想当什么 想当一个真正的他所定定的世界领袖 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当时看来所有的环境 好像都给了习近平这样一个条件 但是习近平呢 当时就是对于身边的人 不放心 他不能用前朝的政治老人 留下来的那些派系 那不成了他所有工作的掣肘了吗 如果要实现这些 他想要实现的美好的愿景的话 道路非常的险阻 所以急需身边有自己人 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 当习近平以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国家主席的身份 第一次访问美国的时候 虽然王毅还有另外的当时 一位中国外交部的副外长 也是跟着习近平是如影随形 但是秦刚呢 确实在这一次习近平访美当中 多次被媒体拍到 与习近平有近距离接触的 一位中国的官员 尤其是在当时 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啊就是去西雅图参观波音公司的厂房的时候 坐在这个电瓶车上 除了翻译和警卫之外 林习近平最近的就是坐在习近平后面的一脸无辜的秦刚 估计秦刚也不是一脸无辜 他心中啊是充满了各种得意 所以呢就慢慢的让他跟习近平的关系是越走越近 在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迎来送往当中 秦刚是进水楼台新得月 就凭借着在中国礼宾司司长的这样一个职位啊 深得习近平的欢心 于是在第二年就是2016年的时候 中国办了G20峰会 那么这次峰会呢是在杭州举办的 礼宾司操办了整个的习近平的出场 各个环节都是由李宾司来安排的 于是在这一次习近平很看重的 可以说是扬中国国位的外交盛会当中 李宾司就把习近平打造成为了一个千古一帝啊 这是个形象 当时有个照片就是奥巴马和普京一左一右 习近平立在当中 可以说是习近平当时高光的时刻 由于秦刚的殷勤的工作 就打造出了这样一个万国来朝的景象 那习近平呢肯定是很开心的 因为秦刚的这一系列举动 恰巧就满足了习近平权力的欲望 这种虚荣心达到了最高境界的满足 所以秦刚由此就正式成为了习总书记 习近平的心腹宠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你别看秦刚啊 资历前年纪轻 甚至他要是单独拿出来 跟中国外交系统的很多官员相比 他不占任何优势 而且呢他跟各个派系的势力相比啊 他也完全不搭杠 就是在中国外交系统内部 秦刚如果凭着他的实力 凭着他的这个自身的能力 他想进入王毅的亲信圈都不容易 但是正因为这样一点 跟其他派系不沾边 在外交系统内部呢 好像大家跟他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这恰恰被习近平给看中了 这样一个哪都不挨的人恰恰 就是成为习家军的最大的优势 所以呢各种原因的夹杂之下 就把秦刚一步步的往习近平的身边来推 15年之后啊就开始三级跳 从李宾司的司长 然后再到部长助理 然后再到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 这相比之下 他的前任或者说现在又夺回外长大权的王毅 那么当年从亚洲司的司长晋升到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 足足用了12年的时间 中国外交部的另外一位副部长马昭旭呢 则用了15年的时间 才晋升到了今天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这个职务 所以不论是资历 他要跟三朝元老王毅相比 是差得太远 论学历他也不如马昭旭 所以能力学历人员都不行 但是就是因为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奠定了他之后的仕途 就成为了中国的驻美大师 那么这样一个重要且敏感的职位 很难不让你想象啊 这背后啊 那就是习近平亲自拍板来决定的 否则你怎么从程序和能力上来比 都轮也轮不到秦刚 所以呢 秦刚的这位大学同学得出的结论就是 如果说秦刚背后有人来推他的话 那他背后只有一个人在推他 那就是习近平本人 当然这位同学最后呢 也感慨的说 但是你别看啊 在短时间之内就完成了人家十年二十年 要完成的路程 那么他这一下子啊 就变成了一个靶子 未必是个好事 因为在这狼群里面啊 如果你的牙齿还太嫩 不锋利的话 你要跟那些劣势的老手去较量 想要保住你嘴里边的这个肥肉 贪可容易啊 何况这个林子里边 不论是中国外交系统的林子 还是中国政治的这个林子里边啊 不光只有狼 有狮子 还有老虎 甚至还有一些小狐狸在等着你 所以呢 秦刚今天在狼群里面就翻车了 就被撕咬了 前两天中国外交部迅速的就把秦刚的资料给赶紧的删除了 后来呢 舆论又炸锅了 说李绍兴他的资料还保留在上面 为什么单单把秦刚给删掉了 是不是秦刚还有更严重的问题 所以今天中国外交部啊 为了堵这个火 堵这个枪眼又把秦刚的信息给贴回去了 这个秦刚的信息现在是删还是不删 看来官方也挺头疼的 那么除了中国外交部头疼 秦刚的母校 中国国际关系学院 他们学校会有一个知名校友的一个介绍 那这个知名校友的介绍当中 到底要不要保留秦刚呢 这估计啊 也成为他们学校现在编辑们最头疼的一个事 的朋友